111学年度富邦仁寿大专篮球联赛 第二阶段赛事前三场比赛打完 上届亚军世心大学 维持三战全胜的战绩 虽然少了全能外籍生前锋伊波卡 但还是有丹尼尔 萨巴斯丁两位旧将 以及新加入205公分的库克 禁区高度不减反增 尤其他们还有一队极战力的菜鸟后场双枪 让他们有望夺下第二阶段龙头宝座 那他们的本土权关键 当然就是从光复中学上来的 陈匠霜跟张俊生 陈匠霜其实在前面三场比赛平均是有20分 而且他有担任playmaker的能力 看起来球队也愿意去让他去提早做到转型 这对他来说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张俊生他在学生阶段 可以说在踏入职业之前 他就是全台湾最好的 在侧翼上的快攻箭头 非常好的体能 而且懂得去配合球队 我觉得他以他们两个光复高中的双枪 加上内线的外籍生 其实四星大学还是有很好的竞争力 而今年刚从二级升上来的台湾体大 虽然前两战苦吞败仗 但在四号与去年八强一手大学的对战 以89比88一分之差爆冷赢球 虽然台体在禁区高度略显不足 但是主打攻守转换的快速球风 让他们展现出能跟其他传统强权 一拼高下的优势 就是他们的123号位这些 他有一些能够以小博大的前锋 我觉得这素质其实是非常非常理想 包含是过去其实在高中阶段就 火力很凶猛的魏梓云 然后加上田本玉田姐 他自己过去带出来像林祖贤 王宇辰 然后加上今年来的张志豪 其实从整个后场的压迫 只要他们愿意拿出这样子的防守强度和意识 虽然面对到可能今年的几个有外籍生的传统强队 他们可能是真的打起来会比较辛苦 因为毕竟没有进去 但是他们在整个后场给的压力 我觉得确实是有机会扮演一下 至少在预赛这个阶段的黑马 相较于第一阶段八队的战绩较为明朗 第二阶段目前战况相对诡诀 除了上述两队 其他队伍包括增添石鲁奇 蔡成钢等本土好手 和两位超过200公分外机身的健行科大 还有由最强外机身 双20机器阿拉萨坐镇的台湾异大 各队实力都不容小觑 渴望形成大乱斗的局面 想要掌握最新战况 记得锁定未来体育台提供的转播服务 未来体育台综合报导